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学习储词 储词顾名思义就是储地的歌词 储是指储国 它是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著名的诸侯国 储国它是由中国的华夏民族在中国的南方所创立的一个诸侯国 大家都知道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 那么储国在这两个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中 它都占有一席之地 大家都知道储庄王它是春秋五霸之一 而战国七雄 齐 楚 燕 韩 赵 魏 秦 储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熊市其他小国的诸侯国 说到这里呢 同学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古代的储国它到底是今天的什么地方呢 古代的储国它的领土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湖北两个省的全部地区 以及安徽江苏江西浙江这四个省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我们所说的储词它有两种含义 第一种含义它是一种诗歌的题材 是指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 在储国民歌的基础上开创了一种新的诗集 在这些诗篇里面 它大量的引用了储地的风土物产 还有储国的储地的方言词汇 所以呢 它被叫做储词 同学们都知道 储词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 而且出现的非常频繁的一个词 是什么呢 对 就是西字 这是一个方言词汇 那么储词的第二种含义 就是它是一部诗歌总集的名称 是由西汉的刘相所编定的 在这部诗歌总集里面呢 收录了储国人屈原宋玉 还有西汉的王包贾义这些人的词妇作品 还有刘相自己的作品 在这部诗歌总集里面呢 以屈原的作品为主 里面一共有25篇作品 是归到了屈原的名下 分别是它的代表作 黎骚 以及九歌 天问 九章 远游 补居 于府 等等等等 那么储词的代表性的作家是它的开创者屈原和它的后继者宋玉 我们来说一下屈原和宋玉 屈原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一位爱国主义浪漫主义诗人 他创立了储词这一个经典的文体 他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呢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屈原出生于公元前340年 他足于公元前278年 他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 曾经担任过楚怀王时期的左徒三驢大夫这样的官职 但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 屈原在朝廷中是屡遭排挤和打击 最终被放逐到了偏远的地区 公元前278年 楚国的都城颖被秦国的大将白旗 帅领军队给攻破了 那么一直关心着人民忠于他的国家的屈原 在流放途中听说了这个消息 于是处在悲愤和绝望中的屈原 就自投米罗江而死 这一天呢正好是5月5日 后来为了纪念屈原 这一天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的节日 端午节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词叫风骚 那么这个词呢 它其实是诗经国风和屈原的离骚的合成 诗经和楚词里面的离骚 它就被作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两个并列的源头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 所以呢 后面如果有一个人他在文学上有着非常不同凡响的创举 或者说他在其他的领域具有领先地位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人是独领风骚 这就是这样来的 屈原的处词一共有25篇 它的代表作是离骚 那么屈原还有一篇作品 于辅也是非常的有特点 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篇于辅 这里的父是父亲的父 但是他的读音是第三声 福 在古代呢 福是对年长的或者说年老的男人的称呼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这篇文章的行文方面的特点 这篇文章是采用问答题 它是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 来表现出了两种对立的人生态度 和截然不同的两个人物的性格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 表现出了屈原的不媚俗 不屈服 不与丑恶 同流合污的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品格 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屈原既放 由于江潭 行淫则判 颜色憔悴 形容枯岗 屈原被放逐以后呢 他每天都在江潭责判 游行 游是游荡 而隐 行隐就是一边走一边隐送 隐涌 他隐涌什么呢 隐涌自己的诗歌作品 这些凝聚着他的无限的愤懑的诗歌的作品 当然他的颜色憔悴 形容枯岗 一个诗人已经被折磨的 在形体上已经不成样子 于府见而问之曰 子妃三驴大夫鱼何故置于斯 于府 他这里呢是一个吟者的形象 于府见到了屈原就问他 你不是三驴大夫吗 你为什么能到了这里呢 你怎么能到了这个地步呢 屈原回答说 举世皆着我独青 众人皆醉我独醒 事已见放 屈原说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污浊的 只有我一个人是清白的 大家都已经喝醉了 只有我一个人是清醒的 所以我才被流放了 当所有人都为了个人的私利 而盈盈狗狗的时候 我们说只有屈原一个人 他是为了国家 为了设计的安危 为了人民的利益 而大声的疾呼 即使是四处碰壁 仍然痴心不改 所以屈原才会不容于这个社会 不容于昏庸而听性谗言的君王 所以他才会被放逐 接下来 于府说 圣人不凝置于物 而能与事推移 世人皆着 何不鼓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补其糟而绰其离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范围 这里呢 于府又劝 他开始劝告屈原 说圣人不凝置于物 而能与事推移 这里的圣人 圣者 也可以说是聪明人 聪明人怎么样呢 用现在的一句 比较时髦的话来说 就是与时俱进 你应该改变你自己 顺应这个社会 顺应这个世道 世人皆着 所有的人都是污浊的 你为什么不鼓其泥 而扬其波 鼓是搅浑的意思 也就是把水搅浑了 让它泥水不分 然后呢 众人皆醉 何不补其糟而绰其离 这个补是吃的意思 糟是酒糟的意思 绰饮 饮酒 离是搏酒 也就是如果大家都醉了 你为什么不也跟大家一样 喝酒喝醉了它呢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范围 你为什么要自命清高 这个深思高举啊 自命清高 你为什么要独善其身 要让自己那么清高 然后导致被放逐的结局呢 这位渔府 他作为一位隐居者 对屈原提出了善意的忠告 他劝说屈原 这位渔府 他作为一位看开来的隐居者 对屈原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忠告 他劝告屈原 不要过于正直 要认清形势 顺应潮流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 食食物者为俊杰 但是呢 屈原不能够同意他的观点 于是屈原就这样回答 屈原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听说 只要是刚刚洗完澡 刚刚沐浴过的人 他一定会有这样两个动作 谈官和正衣 也就是把帽子上的灰尘 和衣服上的灰尘 都给他抖掉 怎么能够以我的清白的身子 来受到污浊的世界的玷污呢 宁父相留 葬于江鱼之腹中 这里呢 其实屈原是表达了一种什么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的一种决心 他宁肯葬身于江鱼之腹中 也不愿意和丑恶的俗世 同流合污 接下来屈原说 安能以浩浩之白 而蒙世俗之臣哀虎 怎么能够以洁白的身体 来蒙受世俗的肮脏的灰尘呢 于府听到了屈原的话 知道自己的劝说没有起到作用 于是宁府玩耳而笑 鼓翼而去 鼓是拍打的意思 翼是传江 那么宁府听了屈原的回答以后呢 他就笑了 微微一笑 然后拍打着传江就走了 一边走一边干什么呢 乃歌曰 一边走一边唱 唱的是什么呢 苍浪之水清洗 可以浊无鹰 苍浪之水浊洗 可以浊无足 于府还在最后去劝告屈原 他说什么呢 如果这个水清的话 你可以用它来洗你的头巾 如果它的水是浑浊的话 那你就拿来洗脚嘛 你为什么非要去自驱死路呢 遂去不复预言 这个于府说完了这句话以后呢 就走了 不再跟屈原说话 从这篇文章里面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屈原他的品格的高洁 他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为外物所动 对于自己原则和信仰的这种坚持和坚守 在两千多年以后呢 依然让我们为之震撼和感动 这就是屈原 他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